接着来看到台中市长的年底选战 台中市长卢秀燕他首场造势活动 在昨天晚间登场 卢秀燕是带领国民党九位女性县市首长的参选人 组成了十全十美女力大队来助选 气势如虹 不过或许是忌惮卢秀燕的母鸡效应 绿营现在他们开始在操作什么呢 就是把卢秀燕的全台辅选 说他是为了要替2024的总统大选来铺路 对此卢秀燕就回应 只要有人需要帮助 他都会尽力的帮忙 这就是做人的基本 卢秀燕 动算 卢秀燕 动算 台中市长卢秀燕首场造势晚会登场 现场涌进超过两万名的民众 而卢秀燕带领九名女性县市长候选人 组成十全十美用女力冲选情 我第九次选举 我从来没有看过中华民国的选风 这么糟糕 这么负面 痛批选风败坏 卢秀燕一扫以往内敛 这一次风格呛辣 更是京剧连发 炮轰执政党和蔡英文 被中评社点评式蓝营新共主 蔡总统你难得能够成为国家的领导人 你富有导政社会善良选风 正向选举的责任跟义务 约束网军 约束侧义 不要让中央政府滥用国家资源 假公济私 激情造势也过后 隔天继续合体讲万安 出席公益篮球赛 把蓝营最强母鸡价值 发挥的淋漓尽致 没想到近期却遭到绿营操作 卢秀燕全台跑透透 不是为了辅选 而是在替2024铺路 甚至还传出2024卢侯佩的风声 所以我还是以市政为优先 那我们选举的过程 我们希望好的议员能够出头签 头友宜跟卢秀燕这边是 连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那当然他们自己的人 有一点点是培选的那种感觉 但是你又不能不能不有所动作 所以就必须有所贡献的话 就是分化国民党的部分 无论是被封为新共主 或者是被操作成铺路2024 卢秀燕造势气势如虹 也确实让绿营倍感压力 记者彭亦德 李蓬昌 蔡平鸿台北三环报道 而选战现在打得火热 疫情的部分也是不容忽视 因为台湾的疫情仍然是在高峰 而今天是指挥中心成立满1000天的日子 蔡政府就用千锤百炼来形容 而且在这个记者会当中 依旧不忘拉抬陈时中 还心疼陈时中的头发都白了 对此专家都痛批 这苦的根本都是人民 防疫搞成这样 怎么好意思自吹自擂呢 陈时中现在转身就去选举 也难怪仇恨值爆表 指挥中心成立满1000天 总蔡英文特地送苹果慰绕团队 肯定防疫成绩 不忘拉开陈时中 接任指挥官的王必胜 更三度提及陈时中 不过这用词怎么有点怪怪的 现在他在另外一个跑道上努力 我想我们都会很怀念他 讽刺的是当时在防疫上扯后腿的 就是陈时中 双美首长五月就喊出快筛阳疾确诊 要尽速给药 否则急诊就快筛爆 PCR后才给药会死很多人 但陈时中当时却这样说 你给药了 那发生了副作用 那这医疗的责任是谁要来付 医疗量呢没准备好 更可恶的是阻挡BNT图力高端 没有配套就宣布与病毒共存 导致疫情成失速列车 万人染疫丧命 抗疫1000天说是千锤百炼 专家痛批 政府看不见疫情人在烧 还在自嗨 不要搞错了 千锤百炼的是人民 到现在一天死亡80人 克里排第二大死因 确在骗我们人民 好像疫情过去 有这种要求的禁户 要求的指挥中心 陈时中排排屁股去选举 民怨炸锅 从防疫失误到现在打选战 团队评出包 陈时中仇恨值爆表 不过他是这样解读 慢慢的大家也会就是说 这个理性的成分会越来越高 陈时中指挥官做了很多错误的决策 而这些都会反映在台北市的选票上 陈时中的仇恨值是否真能随时间淡化 在一党痛批 踩着上万条人民解封 人民不会轻易忘记 年底将用选票来教训 接下来黄明君临费集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看到网友说头发白了 人命都没了 的确现在这么多人因为染疫病没 可是陈时中的道歉到底在哪里呢 而今天三位台北市长的候选人 蒋万安 黄珊珊以及陈时中 他们都出席葫芦寺的绕境活动 蒋万安是最先到场的 因此就没有跟陈时中和黄珊珊见到面 倒是陈时中跟黄珊珊 两个人在庙方的安排下 被迫同框并肩而坐 陈时中不断地对黄珊珊释出善意 结果黄珊珊是一直滑手机 冷处理陈时中 一直跟陈时中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 最后黄珊珊坐不到五分钟 就从陈时中的右手边悄悄溜走 不想要跟黄富打声招呼吗 一趟服务寺 陈时中被动地跟黄珊珊打招呼 之后庙方还搬来椅子 邀请黄珊珊坐到陈时中的右手边 我们是不是坐下会有点尴尬 有啦有啦 我是要跟他聊天 我们是来拜拜的 谢谢 我在回简讯都会讲 说是回简讯 但从镜头看到黄珊珊 不断滑着手机桌布 装忙也不想和陈时中互动 坐不到五分钟 黄珊珊就悄悄溜走 劝购 拜 进到参拜阶段小英总统也来了 黄珊珊的位置站在最左边 明显被边人画 接着总统致辞 黄珊珊早一步离开寺庙 前防疫指挥官陈时中也在现场 起码头上都被背起了 变白了 我们是不是也给陈时中加油下班 掌声不绝鱼耳 蔡英文开口闭口都是陈时中 是真心来拜拜祈求疫情退散 还是来造势拉票 蒋万安更强在中山道场前 先来致意 似乎早预料到会变成 陈时中的主场 不是谁的主场 是神明跟我们人民的主场 黄珊珊是不是一句话 也都不太想要跟你说 这样不是吧 他好像跟其他的候选人 有一些话要谈谈 不过黄珊珊一到 绿营有位穿着黄珊珊的公关大师 马上上前握手 一握超过十秒钟 他就问我说 你怎么是黄珊呢 然后我说 不要这样子啊会害羞啦 然后我就说 我是准时中看时中的 不是卧底啦 何志伟还乖乖地帮陈时中 整理仪容 绿营权力辅选 还是被蓝营断言 选民年底会清算 我会担心那个防疫仇恨 只满意到全台 蓝营最熟的 谢谢 慢慢的吧 慢慢的 慢慢的满意 慢慢的大家也会 就是说这个理性的成分 会越来越高 词满意非比满意 但陈时中可没意会到 而让他尴尬的 还有王必胜的 这句话 现在他在另外一个跑道上努力 我们都会很怀念他 很怀念他 很怀念他 用怀念这个事情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 不太可疑 大家都也许 在想念我吧 但台北市民想到 陈时中是开心 是愤怒 还是根本不愿想起 从黄珊珊的举动 似乎已经得到答案 这是温泉林神佑台北报道 海荒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GTI714 享有折扣哦